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次的大陆新闻节目 棒锤岛上习近会 川普再次轮棒锤 应是上周的新闻热点 5月8日 中共官媒证实 朝鲜领导人金三胖突访中国 与习近平在大连的棒锤岛举行了会谈 这是继43天前金三胖访问北京后 第二次突然现身中国 不仅打破了中朝两国之间领导人会面的历史记录 也打破了中朝两国分别与其他国家首脑 单独会面的历史记录 对于这次非同寻常的会面 自然也会有其非同寻常的目的 喜欢好莱坞电影的朋友 恐怕都不难猜出个七八分 因为两个主角的联手一定是为了对付另一个更大的主角 所以商量如何一起对付美国 应是中朝两国首脑棒指导会面的首要目的 当然两国喉舌是不会这么实话实说的 总要扯些没用的来自欺其人 中共喉舌的报道说 习近平强调一个多月时间内 我同委员长同志两度会晤 保持着密切沟通 我愿同委员长同志一道 继续指导双方有关部门 落实好我们达成的共识 而朝鲜喉舌除感谢中方的好吃好喝好招待之外 强调了双方再次会晤 将进一步密切北韩与中国的战略合作 不难猜测 习近平说的共识 与三胖说的战略合作 就是指如何对付美国 至于金正恩说 双方会晤为增进朝鲜与中国亲密友好的特殊关系 和同志凡的互信 为加强共建社会主义伟业的互助 注入活力什么的 其实就是提醒中共老大哥 别忘了你们答应的要给朝鲜多少钱的承诺 而上周三胖的一次大反转 着实把世界吓出了一身冷汗 5月7日 朝鲜突然对美国针对朝鲜完全弃合钱 仍维持制裁表达强烈不满 并威胁让半岛局势重返原点 眼看着就要翻脸 可第二天三胖态度却180度的大转弯 竟然接受了美国的建议 释放了三名被朝鲜积压的美国公民 他们于10日凌晨抵达美国空军基地 受到了英雄般的迎接 几小时后 川普在推特上宣布 川金会将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 而朝鲜喉舌也立即转变调门 朝中社刊出的报道评论指出 金正恩表示与川普的峰会将是历史性的会面 与极佳的第一步 金正恩表示峰会有助朝鲜半岛情势改善 并打造一个美好未来 而川普也表示希望双方的会晤 能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的特殊时刻 显然这个特殊时刻离诺贝尔和平奖仅一步之遥 据悉美国一有18位国会议员 联名是韩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 提名川普竞逐诺贝尔和平奖 当有记者问川普是否值得该荣誉时 川普大笑说 每个人都这么认为 但我绝不会这样说 川普说他想要的是世界的胜利 都不是这里的胜利 而是世界胜利 这是我想要的唯一奖项 看来与棒锤岛相比 也许棒锤是更有效的 我们来听听羡慕嫉妒恨的中共外交部会怎么说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首先我代表外交部再次声明 世界上只有一个赵国 香港台湾澳门 都是我们大赵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很多国际航空公司一点常识都没有 居然在他们的网站上 把这三地都列为国家 这是对我赵国的蔑视 更不可接受的是 前段时间 我民航总局致信36家外国航空公司 要求他们更改其网站中 有关港澳台地区的标示 一符合我赵国的标准时 美国白宫居然说我们是 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 美帝欺人太甚 我翻遍了中外精神科心理学的著作 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奥威尔式的病种 你们这不是瞎诊断乱开放吗 发言人您误会了 奥威尔式并不是精神病 哦不是病啊 那是什么意思 奥威尔是个人 一位前苏联作家 他生前写了两本书 特别有名 一本叫《1984》 一本叫《动物庄园》 哦 这么回事啊 那这两本书都是胡言乱语吗 不是说奥威尔的书胡言乱语 是因为奥威尔的书 是在讽刺苏联共产极权制度 所以人们用奥威尔式来形容 这类企图完全控制人民行为 和思想的强权政治 总之这个奥威尔式 是形容政治状况的 不属于精神问题 谁说政治状况不属于精神问题 按我们赵国的分科方法 政治不正确就是精神有问题 属疑难杂症 得治 欢迎您先生 您说政治不正确需要治疗 难道在贵国有这样的先例吗 当然有啊 比如我国山东能源早矿集团 就搞了一个党性体检中心 针对党员进行四重严格诊断 并对诊断结果为亚健康 或不健康状况的党员 由健康党员进行帮教洗脑 我是说帮助治疗 还有山东宾州市邹平县青阳镇 也刚刚兴建了全国首个 VR高科技检验党性中心 将高科技与党性诊断结合起来 哦 您说的VR高科技检验党性 这种高科技是什么运作原理啊 可以介绍一下吗 当然可以 首先被检验党员要观看一个十几分钟的专题片 学习阴谋人物的事迹 然后进入党性VR检验中心 进行理论武装 日常行为 先锋作用 三个方面的测试 接受检验的党员们需要戴上VR眼镜和耳机 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封闭的空间 让党员们心如止水 不受干扰的边听音乐边答题 答题结果不合格的 就是党性不健康的 就是精神有问题 由市委党校 县委党校的书记专家进行会诊 这回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听了您的介绍 感觉贵国的政治精神病 已经到了举国犯病 全党如狂的程度 恐怕不太好治了 可不是嘛 这死马当活马医吧 今天是外交部会 不是党支部会 换个问题 那位记者 发言人您好 近日网络上传出一首歌 《中国爸爸》 据说这首歌的作者叫王一凡 是一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 这首歌写作的起因是 今年二月份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 中国学生联合会CSSA 举办了一场元宵晚会 晚会上 王一凡表演了一段说唱 歌词中竟然有一句 中国学生的晚会 办得这么强这么大 迟早有一天 让美国人叫我们爸爸 事后 王一凡拒绝任何形式的道歉 近来又写了这首新歌 中国爸爸来谩骂老师 请问这就是中国政府所倡导的爱国方式吗 这王一凡的言论啊 的确是有点过分 我对此深表遗憾 不过我也想给大家解释一下 王一凡之所以爸爸长爸爸短的 其实是与中国本土的拼爹文化 极大相关 中国爸爸的确强大 李天一你们还记得吧 那个被判十年的轮奸犯 前不久出狱了 一共才吃了五年的牢犯 就提前释放 而且据说是出狱后直接出国 前途一片大好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他爸叫李双江 所以拼爹是我赵国特色之一 理解这一点 就能理解能有中国爸爸这首歌了 发言人你好 5月9日晚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发布了一份公告 声明由于受到美国制裁令的影响 公司主要精英活动已经无法进行 也就是说 这基本就是告诉大家 中兴已经撑不下去了 可以说中兴的倒掉 不仅让人看到了中企目前的真实技术水准 更让人看到 这些年照党以山寨 窃密等为手段的商业活动 并不能从根本上提升科技水准 请问中方在将来的国际经济活动中 是否会有所改进呢 改进 你说的山寨窃密 这都是我党的优良传统 不但不能搞 还得继续发扬光大 想当年 我们还在井冈山打游击的时候 我们的励志歌曲就唱到 没有枪 没有刨 自由的敌人给我们造 同样道理 没有技术 自由的敌人给我们造 再说清楚点 我们山寨别人的技术 窃取别人的机密 正是在和平时期 将游击战战术 在经济领域的成功推广与运用 不过 如果真的打起贸易战 中方的经济损失将是巨大的 我很难理解 难道赵党真的不在乎民众的生活状况 不计后果吗 你当然理解不了 当年我党下山斋头打天下时 我是说 当年我党打跑国军夺天下时 用的就是人民战争的战术 今天我们将继续发扬人民战争精神 来对待这场中美贸易战 什么是人民战争精神 这都不知道 就是一不怕百姓苦 二不怕人民死 一心一意夺天下 千锋百计搞扩张的 断子绝孙的革命精神 刚刚看到消息 金正安日前飞到大连与习近平会晤 这是四十多天内 金三胖第二次突访中国 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请问这次会晤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你已经回答了嘛 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就是这次会谈的主要目的 听不懂 好吧 那我告诉你 前段时间有文经会 过一段时间还有川经会 在朝核问题上 我们被严重边缘化 成了打酱油的了 功劳都成了川普的了 他因此还被提名为 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我党那叫一个羡慕妒忌恨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你想想看 如果没有我们长期 在朝韩间挑拨离间 我是说从中斡旋 三胖和老文能坐到一张桌子上谈判吗 再说了 三胖是真契合 假契合 还另说呢 不过板门殿宣言的措辞中写道 将努力促成韩朝美三方会谈 或韩朝美中四方会谈 分析认为 这的确意味着 中方在朝核问题上可有可无 荒谬 中方怎么会是可有可无 如果没有中方的存在 他朝鲜能发展出核武器来 我的意思是 要不是中国呀 朝鲜他连饭都吃不上 哪还有劲造核武啊 所以 为了提醒国际社会 我们在朝核问题上 不可取代的位置 才刻意安排了第二次习经会 就是告诉美国 我们才是朝鲜的老大哥 在给国际社会添堵 和通向世界和平的道路上 我们是一块不可忽视的绊脚石